在天上的时候飞的时候 感觉我自己的判断包括修正啊什么都比较正常 清华给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必须按照清华的普通生的标准去学习考试 就是上大学的这一年 他不断地去就是说去历练自己 在体能方面去锻炼 能不能健成 能不能健成 能不能 快点快点 我离开清华的时候最后一个学期 我是比较荣幸拿到了全班第一的位置 我现在已经开始做这个事了 干那个专业了 那肯定就是想了还得把它学好 你很高兴的没有 我们这个温暖的变化 还有大师的时间 我们有个小时的时间 对我们来看 她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 才女齐一菲 她是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的 优秀学员吴问林 我离开清华的时候 最后一个学期 我是比较荣幸 拿到了全班第一的位置 而她则是空军与清华大学 联合培养的飞行学员黄润凯 他们都是校园里成绩优异的佼佼者 是同学们眼中的学霸 那么当校园里的学霸 走进绿色军营 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本集我们将为您讲述 三名学霸从军的故事 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 从大学校园到火热军营 他们还能像在学校里那样 得心应手吗 这些可爱的漫画作品 出自于我们的第一位学霸主人公 2018年 齐一飞以632分的成绩 考入了梦寐以求的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选择在大二时暂停学业 参军入园呢 其实我最想 我从小的时候 我想的不是要当兵 想的也不是要当海军 其实我想的是 我以后要去海军陆战队 但是我这个跟谁都没有说 因为我知道这个挺难的 00后的齐一飞 从小就向往军营 大二时在学校报名参军 根据国家政策 大学生参军入伍后 学校自动保留学籍三年 两年服役期满后 可自主选择复学或提干 享有学费资助 讨研加分等优待政策 然而 像齐一飞一样的在校生参军 意味着要告别同学 中断学业 很多人担心 这会打乱原本的人生计划 那么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暂停学业 投身军旅 到底值不值得呢 知识 可能会影响学业吧 可能会受到父母的 那个意见左右 而在这个问题上 清华大学的齐一飞 就遭遇了来自家长的不理解 本男呢 他上了清华的美院 然后设计专业 想着他就是做一个设计师嘛 没想到他会一定要去当兵 然后要去追溯自己的这个梦想 和很多孩子的父母一样 彭领武对于女儿暂停学业去参军 有太多的顾虑和担心 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作为父母和作为子女 该如何处理呢 还是沟通吧 就是沟通为主肯定是 在就是能 最好是能争取 争取到他们的那个同意 不同意的话就一定的沟通 首先 引导吧 啊 引导 然后完了 最后我感觉还是忠询 这个小孩的意见 碰到分歧时 沟通当然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然而从小就很有主见的齐一飞 面对父母的劝说 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去解决 我跟他说我想去当兵了 跟他说我要准备报名了 然后他问啥 我都不说 我就说你别管了 你别管 你就等我操操好了 你就别管了 直到这时 彭领武才意识到 女儿齐一飞 从小对军队的向往 并不是说说而已 甚至他早在一年前 就已经着手准备参军了 就是上大学的这一年 他不断地去 就是说去历练自己 在体能方面去锻炼 他跑过二十公米 然后去越野 然后去那种沙漠徒步 他都是为了去看看 自己的体能能不能适应 那种军队的生活 齐一飞自己做主 舞缘了军旅梦 在他的漫画作品中 他画了自己 在参军队伍里 回头寻找父母的场景 他多希望 自己的选择 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 那么出道军营 这里的生活 和他想象的一样吗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中 他又如何向父母证明 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呢 我觉得我这里包的还可以 齐一飞这包什么 不好看照鸡包 包长这么臭 包长有点 包长太痛 出来乍到 齐一飞就有了烦恼 他那双把漫画画得 传神有趣的双手 却怎么都没法搞定 伤人救护中的包扎可目 临近结业考核 齐一飞依然掌握不好 包扎技巧 而事实上 每一名出进军营的人 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带着学霸光环的齐一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吴问林是这个车组的车长 虽然他一直在催促 但是对于如何协调指挥车组的工作 他还不是很熟练 由于力气不够 动作也不够熟练 按照考核的标准 吴问林车组马上就要超时了 现在他们还有一项准备工作要完成 作为车长 装载弹药是吴问林的任务 但一枚炮弹就有几十斤重 而且炮塔内空间狭窄 吴问林只能一个人完成 面对连长的催促 要强的吴问林虽然已经竭尽全力 但炮弹和药桶的重量 让他有些力和从心 什么情况 梦了几次在那边 快点 快快快 如果你力量打不动的话 确实像很多像电瓶啊 就炮弹这些 它确实搬不动 比如装炮弹 它已经装了这一台比较慢 车前几个 车前几个 快一点 本来是以为你们车组最好 给大家多个示范 现在什么效果 还有你车长 不仅是个车长 还是个牌子 你们24个人 全是你负责 车长车长 一车支撑 就这么干吗 坦克女兵的第一次考核 吴问林车组因为超时被中断 连发动坦克的资格都没有 这让在学校里一直成绩拔尖的吴问林 很是沮丧 作为牌长的他 还能带领女兵们重振旗鼓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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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航校以后到最后成为一个战斗飞行员 大概70%都要是被淘汰掉的 所以这个还是很残酷 这一天 黄润凯和战友们要进行的是 双击复杂特技的考核 这也是整个学年最难的一个课目 只有通过了这个考核 他们才能真正的单飞 迈出成为飞行员的第一步 转过来以后 报告猛猛下降 从高度500米下到高度300米 然后台前凭飞追灵 这是双击复杂特技的动画演示图 因为难度大 危险性高 从一个多星期前 学员们就对这个课目 进行了多次准备和带飞训练 而黄润凯在这个课目上 就遭遇了困难 问题主要是 油温使用比较死板 然后出现的情况就是 因为不同的掌机 今天飞的不同的掌机 它扳滚机路的快慢 还有下来之后 提升脚速度的快慢 不是特别一样 然后又导致我跟的时候 可能跟的距离就不太一样了 你这个问题带了几天了 两天左右 两天飞了五次 是吧 我感觉这个客服问题 还是偏慢 是不是 你要解决不了 明天就不要大飞 通本单的取消 是不是 虽然从清华大学毕业时 成绩排名班级第一 但在飞行实践上 黄润凯却有些慢热 双击复杂特技飞行的问题 如果不能及时修正 它很有可能 面临被停飞的危险 而停飞 对每个热爱飞行的学员来说 都是很难接受的 学霸黄润凯却面临着事关飞行前途的考验 而女兵齐一飞和吴问林 也在苦恼眼前的困难 那么面对困难 有着学霸称号的他们 会如何克服呢 距离新兵结业考核的日子越来越近 善于学习的旗一飞 每天训练结束 都拉着战友给他开小灶 练习包扎 包扎考核的困难 并没有真的难住齐一飞 他的用识和细节都达到了标准 经过了三个月 为梦想拼搏努力的过程 现在齐一飞已经越来越有冰味了 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悄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改变 但许多和他有着相同经历的学长 对这种变化却深有感触 两年时间其实 在我们这个青春的这段时光里面 算是比较长的 但是我感觉他对我们这个 个人的这种思想的塑造 还有这种价值观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两年部队生活 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 不管是对你的体力还是意念 或者说精神方面的锻炼是全方位的 也是很深厚的 三个月转瞬即逝 考核成绩优秀的齐一飞被分配到了梦寐以求的海军陆战队 在新兵结业仪式上 部队为表现优秀的女兵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好 昨天的在冰战队 留心我们最阻碍各受到 单巧奖陆战阉 这台唯针的领战 跟适当来 这台唯针的领战 好 咱们先给亲子力力了 销后筛 换销 进度 不愧 进度 进度 好 请我们的家长们将奖杯送到牌 其以非没想到 母亲能见证她如此特殊的时刻 而母女相见的瞬间 两人心里的心结 也终于解开了 我现在 我特别支持女儿的选择 真的 我就不是为老说什么办法 因为我看到了 军队的生活是公共不采的 军队是人才积极的一个地方 而且 这种严格的训练对孩子 是一种极少的培养 这是一个比学校更好的 一个成长的平台 宝宝还是那句话 今天的努力要对得起 明天的回忆 上 这一刻 面对刚开始的那个问题 齐以非和妈妈达成了统一 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暂停学业投身军旅 是齐以非最无悔的选择 而在第75级团军谋旅 面对力量不足的短板 排长乌汶林正带着女兵们进行针对性训练 好 开始 连贯动作 另一个动作 一 一 二 三 三 三 喊出来吗 你不会喊出来吗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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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 可以对下 好 背着沉重的背囊 吴问林的胳膊开始发抖 瘦弱的他显然顶不住如此高强度的训练量 然而在校园时 吴问林就是凭着一股肯吃苦不服输的劲头 拿到了优异的成绩 而现在作为旅里24名坦克女兵的带头人 她要用这股劲头带动所有女兵的士气和斗志 有了排长吴问林的鼓励和带动 女兵们的士气越来越高涨 女兵们能不能进城 能不能 能不能 她这是一份责任 我既然在已经开始做这个事了 干那个专业了 那肯定就是想了 还要把它学好 日复一日的训练 让吴问林和女兵们有了明显进步 再次走上了考核场 她和车组之间的配合度有了明显提高 虽然距离优秀的坦克兵还有距离 但只要有肯吃苦不服输的劲头在 吴问林和这些坚韧顽强的女兵们 一定能驾驶战车 驰骋疆场 而在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 为了能克服自己的问题 顺利拿到单飞的资格 黄润凯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我好几次看到她 就是那种中午休息时间 包括他们教员带着她 在那个训练 这一天早上八点 单飞考核正式开始 合格后的学员才有资格进行单飞 临近黄润凯考核 她还在预想着马上要进行的动作细节 苏大日长同志 五六准备好 请上飞机 放飞机 收红 收红 五六 五六的塔 五六 谢谢 谢谢 在天上的时候 飞的时候 感觉我自己的判断 包括修正什么 都比较正常 下来了之后呢 整一个包括说着陆什么的 都做了一遍 感觉我可以淡费 还可以 你自己打个八十分吧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 黄润凯顺利通过了考核 其他三人也都成功过关 他们又像成为一名 合格的尖机机飞行员 迈进了一步 临近毕业 黄润凯他们乐队 唱起了准备已久的 我爱你中国 倾诉着他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几个月后 黄润凯和战友们将投入到不同的工作岗位 但爱钻研 爱思考的习惯 将伴随着他们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 在军营这座大熔炉里 不论是清华大学的奇异妃黄润凯 还是军校出身的吴问林 他们只是众多投身军旅的学子代表 带着学霸光环 在最美好的年纪加入火热军营建功立业 祝福他们能在挫折和历练中成长 在迷彩方阵里 书写从军报国的 迪亚人生 作为一名清华的学生 你要有你的担当 驾驶战斗机在天上翱翔 成为一名真正的战斗机 每个国家里都是有不见的 设计 看到能不能进车 也没说女兵就开不好车是吧 前车注意 冲进